杨幂一直是大众喜爱的女明星 不仅颜值高而且出演多部电影及电视剧 这次的作品也是首次在荧幕形象上做了大的突破 早在宝贝儿公布订单信息时 就有网友表示 很期待这个故事 这类题材很少 希望影片能带给社会更多思考 给孩子更多的关爱 除此之外 还有影迷表示对刘洁导演信心满个 刘洁导演很严格 在文艺片方面 就是精雕系卓的工匠 义士大师 不多说 拭目以待 宝贝儿是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 文艺片导演刘洁纪孽隐娘之后的又一次合作 影片除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展映之外 还入围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成为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唯一入围华尔语影片 电影宝贝儿由侯孝贤监制 刘洁指导 杨密领衔主演 郭京飞 李鸿奇主演 将于10月19日 全国公那么这部影片 赤乎乎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孩子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 深受感触 在北上广就是有天然的避孕功能 越来越多的人会惧怕婚姻 惧怕孩子的到来 因为月薪三到五万 好像只能刚好在国内养好孩子 那么出国完全不敢想 想想世界大的竞生出了很多的无奈 一切都又觉得可以很好解决 那就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那么如何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呢 举个例子来说 就拿当下的风口行业 电影投资来说 这几年我们也不难发现 很多人都已经或者开始投资电影 当然这类现象的层出不穷 很大原因在于行业高速发展 带来了巨大市场红利 比如 但在2017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 就达到了559.1亿 此前更有持续四年 以25%的增速增长 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 带来巨大的市场红利 而在这些红利与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几年无论是我们在外的工作生活附近 还是老家 电影院的数量一直都在变化 逐年递增越来越多 去电影院看电影 聊电影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看电影也就为电影行业的发展 贡献了票房 重要的是 电影市场红利 我们不仅仅是票房贡献者 也可以是作响者 通过投资电影 赚好几十万 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 甚至好几个亿的 当然 在高投资回报的吸引下 不要急于去投资电影 好几千万 首先 我们下屠第三位